何君堯攬炒 淚傳成無馬跑 各位成功啦 成功啦 原本星期三 花會穿個禮牌跑夜馬 剛巧被子有份搞721孔雜的何君堯 有一隻外區天鹿出戰 一眾網民就想入馬場幫天鹿打打氣 何君堯的馬天鹿跑 大家會否支持他 對呀 馬會都聰明了 將這場大賽破天荒放在頭牆 博大家遲到 誰知最後都是驚驚豬 星期三下午1點多宣布取消夜馬 理由是賽事有可能受干擾甚至有暴力事件 為了馬迷騎士和員工的安全 還有馬仔福祉所以取消賽事 還提各位馬迷60日內可以去頭珠站回水 哎呀 鄧小平說的什麼回歸後馬照跑沒有啦 如果馬會不跑就有政治作用啦 讓你們討厭示威的人 馬會不知道怎麼做的 取消他的馬就可以了 取消不要被他跑 這個人不能要 哎呀 真的不能要 看看那些長輩圖 說好的馬照跑 舞照跳呢 馬迷強烈譴責何君堯將政治帶入馬場 有時馬會某高層打過給何君堯要天綠退出 但何君堯堅決不肯 令馬會決定攬炒 何君堯發聲明 他跟另一個合夥馬主 星期三之後收到馬會電話說擔心 但馬會沒有要求天綠退賽 亦沒有暗示堅持出賽就會全部取消 對事件感到驚訝和遺憾 他還跟NOW說馬會不應該向惡勢力低頭 現在點解話都沒有用 他成功將賽馬街和大家connect了 如果真的想不要那麼大衝突發生 亦都可以勸馬主不要報名 或者退出那隻馬 現在打亂一種馬主練馬師的部署 霍利時都發炮 不明白為什麼高東尼還要幫天綠報名 其實生氣都正常的 和大家計下攬炒的成本 因為何君堯一隻馬 令馬會損失11億頭鑄額 政府沒有了1.2億的博彩稅 加上賽期排到密密麻麻 都頗難補回 據了解馬會想明年7月15號補賽 大家要向好方面思考 成功爭取取少爺馬 戒賭靠君堯 莫安犯爭 還教大家誠語 一隻馬令其他馬沒得跑 就是害群之馬 聽了一個 破格球鞭 何君堯律師 聽了一隻馬 為何我們想成功 你知不知道什麼是破格 這就是破格 這就是負責 我們只想要獨立 猜人 贏 這就是負責 你